书里面也都会介绍所谓的那个Activity Activity这个东西 那各位呢在撰写程式的时候呢 也一直看到这个Activity 可是呢到底Activity 它主要的用途是什么 其实你游标放上去 它也会跟各位讲 但是实际上真的还是还蛮丑想的 简单 我根据我这些年的感受 其实你也不用太过就是理论化了 实际上这个Activity主要的用途就是控制 它就是控制什么 控制你画面上面的显示 就是你画面上面先有多少个View 有没有 那上面有什么TestView ListView 或者AdTest 什么有的 上面都是一个元件 那元件实际上就是一个View 你要控制它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 其实都是利用Activity来做 它有点像Control 那基本上那个Android 它也是延续有一个 我们比较新的设计概念就是所谓的MVC MVC的概念 那C的话就Control 那这个Activity实际上就是控制 那控制画面上面的一些东西 那首先的话呢 要怎么控制 那控制里面呢 包含的有些什么时候 什么时间点 做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把游标放在Activity上面 我上学前有讲过 其实这个地方都会有些相关的说明 各位有时间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最重要是这个图啦 那它的运作的模式 运作的流程 那它每一本书都会讲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不免俗的 主要这些 而且这个Activity的相关的生命周期 你一定要把它 算是尽量要稍微记得很清楚 为什么? 因为你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 这个里面都有相关的制定 那只是说呢 大部分的程式呢 主要其实好像也只有用到这个Uncreated 而且呢 你程式一转起来呢 它也会自动帮我怎么样 产生Uncreated的方法 所以呢 你根本好像没感觉 哎好好的 事实就开始写了 实际上还有很多生命周期 我们没有用到的 没有用到 没有用到 不表示说它就不重要 也就是因为呢 我们都没有去实做 所以我不知道说 原来还有这些东西 Uncreated就是 当我的Activity呢 被什么呢 被产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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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做什么事情 那其他还有像什么Unstuck 那大概生命周期 大概是这样 就是哦 如果当Activity 被Running 被执行的话 那实际上它必须要经过什么呢 Uncreated Unstuck Unrelun 会有 至少前面呢 还有三个方法 会被执行 那不过呢 如果说你这地方 没有写程式的话 那它也不会去动到 OK 那另外就是说呢 当它执行之后 这个地方 当它被执行之后的话 各位其实也可以看那个书上 书上 这个也有这个图 在那个六支事业里面 那这个图的话呢 这边 其实这个也可以 或者是你直接 这边有一个那个 Open Attach 就是JavaDuck 这个说明呢 In Browser 你把它点下去 有没有 如果你不喜欢它 一直跑来跑来跑去 而且会跑掉的话 那你可以怎样 在那个下方有一个按钮 你把它按下去 那这个说明 它就会被怎么样了 被在这个浏览器里面 被执行起来 那其实你也可以在这边看到 它的相关说明 也会放在这个 也会放在这里 相关的Activity 也会在这边显示出来 OK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如果说 考各位 它的生命周期 总共有 几个 应该说几个 几个应该 几个方法 那这里面的方法 那第一个 就是Uncreate Unstop Unresume 然后Rowning 再来如果当它Unpause 再来就是说 unpause unstop undestroy 那当它unstop 的时候 可以触发一个叫 这个什么呢 restart 就是重新再被启动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 应该就unresume unstop unpause 对应的就是 unresume 这边的话 其实这个 这个有个对应的关系 所以这我想你要很熟悉 你要拿哪一个对应到哪一个 要很清楚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 这个uncreate 对应到的就是什么 对应到的就是这一个 应该是 跟下面这个 undestroy 下面有一个undestroy 那unstop的话 其实对应到的就是有一个unstop 有没有 然后呢 unresume 就是对应到unpause 所以如果当你unpause的时候呢 回复之后就是unresume 大概的一个架构图是这样 那我们怎么去执行 首先的话呢 我想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程式呢 我是已经汇入了 我把这个结果让起来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我们要需要布局的 就是在上面的只要放一个按钮 你会发现uncreate 这边的会跳出讯息 用tost来讯息 来执行 那你会发现呢 在那个activity 被执行起来 会执行三个方法 那不过呢 基本上 我们有写程式 大部分就只有写在uncreate上面 那当我结束的话 在程式这边加上一个按钮 那当我按一下按钮的话呢 里面就执行一个动作 就是finish 就是把它结束掉 当我结束掉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它会触发unpause unstop 然后呢 再来就undestroy 那这个app就不见了 ok就不见了 那基本上我们要怎么样来 这个这个建立这个范例 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我把这个重构一下 重新命名一下 比如说我第一个 请各位产生一下 把这个 建立一个新的专案好了 第一个先新建一个Android 这个application 那名称的话 因为本来就有了 所以这边加一个2好了 那底下的话呢 比我的SDK也那个2.33 然后呢最低的版本 也是2.33好了 不然的话呢 如果我用这个2.2的话 又要下载 OK 按2.3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的话 这也下一步 然后呢直接下一步完成就好了 OK 那我们就建立一个2.33的一个新的 这个ActivityLiveEX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建立的就是生命周期的相关的动作 那请各位先把这个先做出来 那画面上面的话 请各位在这上面加上一个按钮 那按钮的话我看还是一样 我们用那个LinearLayout 那按钮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TextView这个先delete掉 把这个delete掉 然后呢再加上一个button 那这个button的话呢 我原则上 干脆用我的名称好了 我喜欢的名称 我们叫做B01 这个名称 点这个地方按右键 然后呢 edit ID 叫B01 B01 那书上 书上的这个命名方式 我们就用B01 按一个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然后接下来上面的话 再按右键 edtest 然后给它一个名称 里面预设是button 那我给它名称叫结束 OK 然后按一个确定 那个界面上面就这么简单 稍微简单布局一下 当我按一下它的时候 就结束掉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请各位先建立一个 Activity Live EX 那如果你已经汇入一个的话 请你给它一个名称叫2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